千万别小瞧眼前这个女人 她被冰棒抵住身体也不为所动 而她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哭泣 全都是因为她和华哥抢了一亿七千万 不仅不肯承认 还表现得嚣张无比 两个女警员一听气坏了 说话也变得犀利起来 阿妹当即动起手来 三个女人就这样打了一架 另一边华哥也拒不配合 警员们只好去他家搜 这时律师正好来看华哥 却意外得知华哥被搜家的消息 于是他扭头就联系了报社 当警员搜查得正起近时 一群人举着摄像机冲了进来 很快这时就上了报纸 被推上风口浪尖上的警员 决定不再对华哥留守 可面对水烟菊花的酷刑 华哥却不屑地笑了 随后他又经历了电钻摸牙 眼看华哥是不准备说了 李警官决定从阿妹身上入手 他们先是在阿妹身上泼凉水 接着打开了空调制冷 可瑟瑟发抖的小美却什么也没说 女人最痛的是什么 生孩子吧 她又没怀孕 怎么生啊 这时格子男眼前一亮 队长 我想了个办法 什么 哇 你怎么这么下流啊 我这是 话虽是这样说 但李警官还是决定试试 于是让女警员准备了冰锥 尽管阿妹对华哥忠心耿耿 可耐不住冰锥的痛苦 选择交代事情的真相 当任政务证据权后 华哥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影片到此结束 谢谢了